這顆是土肉粿 這我滿大顆的 被颱風吹倒 但我沒有鋸掉 它的品種很好 甘甜 它的葉子是甘甜 這葉子 是台灣很少的 是土肉粿 原生的 我有高壓好幾個 應該是在有長根 土肉粿 高壓 現在是有長根 你看 已經長根了 可以移除 好多 等一下 我就把它剪掉 這個是土肉粿 葉子不大 葉子 葉子小小 但是 它有開花了 注意看 土肉粿的花 花包 哇 這個季節 今天是 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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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 二月五號 都在開花 二花包 這個 這個 這個要 它 種子 應該是 不容易 很少 很少 所以 它們 都是 用高壓的 比較多 蠻大的 蠻大的 後面有包 這裡 還有一個 有包好幾粗 這個也是 這是 同一個時間 應該也是 有 有長根 有長根 一樣有長根 等一下 還會 擠出掉 包兩個 我帶你去看 前面 之前 我 高壓的 都成功了 這個也是 高壓 種植的 現在都成功了 現在葉子 葉子 長漂亮 它的 存活力 還蠻高的 包壓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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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這裡 高壓 包壓的 還有 前面還有 這個 這個 都已經 已經 確定活了 高壓 是 抓草 沒有拉掉 這也是 高壓的 現在都活了 種新葉 這一顆也是 這一顆 現在長很多 雜草 一顆掉 它也是 是 是高壓 高壓的 根 上沙頭 這邊是一根 沒有放回料 現在可以放回料 已經活了 這是 之前的 我是 想要 就 就 包一兩個 有朋友要 還是什麼 才有 有 把它包 不是在做生意 好 這會長大的 所以 終於 真的 變長很大 這個 鄉村 這個是 那麼大 很大 這顆 我準備打 馬上 把它要移 移除了 這本個就是 不是根 長滿的根 不是根 不需要很大 就這樣放 它存活了 以後 再 讓它慢慢 試圍 把它今天也把它剪掉 從下面 從這個地方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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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顆 還有一顆 這裡還有一顆 把它剪掉 被維持 剪掉 剪掉 誰 拿回去 這剛才剪下來的肉桂 現在把它剪 剪開兩顆 現在這兩顆 要把它剪開 就讓我把尿的 我把尿的 好 好 先把尿線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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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久了,包太久了 應該有超過三個月 沒有弄,裡面乾掉了 根也長不出來 這一樣是沒有用 這都是根 有沒有看到 這都是根 有沒有,都長根 這就是蠻好防止 它總斷 這個 這就是蠻好防止 這一顆就ok了 這就是蠻好防止 這顆好像失敗 這顆好像失敗 沒有長根出來 太潮濕 太潮濕 這就是蠻好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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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包太下去了 它長的牙根沒有出來 是蠻好防止 但是它這個已經有要溫陽 還是有機會 直接擦一次就可以了 這剪掉 直接插一插 看會不會有機會 現在這顆是沒問題 這顆應該ok了 準備在這裡裝 把蠔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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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放 把蠔攪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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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所有的家庭 叶子等下统统要剪掉 或者剪半也可以 因为怕它水分流失 它是不错 這樣差不多了 這樣玩 要交數 這樣來就是要澆水 讓濕透 濕透以後 把它放在陰陽處,就ok了 這顆 差不多在 兩個禮拜,它會長新娘 那就是 這裡還有一顆 我家居可能半年了 很大 這一個 也蠻大的 這一顆 在這裡 滿大顆 下一個 拉出來 葉子有 就跑到外面出去 拉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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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來 拿出來 這顆 已經很大了 這顆 雜草 我是很少注意 這顆很大 現在很漂亮 這都土肉粿 土肉粿就是有點煎煎的 這樣 它很多品種 有橫式肉粿 橫式肉粿是圓圓的 這土肉粿是有點煎煎的 椅子不會很大 一直就這樣 鬆梗這樣 下下 但是 你等下 拔起來 焦 用嘴焦 它 它是很濃的辣味 辣甜辣甜 那叫肉粿味 這顆好像做 放在這個陰陽處 不要直接曬太陽 差兩三個禮拜 長新葉就可以拿出來曬太陽 原本那顆我等下搬移到這裡 這顆已經存活 長這個新葉 長那麼大 這要存活 這等春天 這整個會冒散 可以稍微拿出來 透過陽光 之前的 之前的 之前的存活 也就存活了 就長新葉了 看很大 還有這顆 這顆也是活了 長新葉 這顆是長草 大風 還有這顆新的 這顆是長草 這顆是長草 大風 還有這顆新的 這是肉粿 一般自己 用高壓繁殖 存功率還蠻高的 大家做參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這顆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